有一些格式啊 有些方法你可能不知道 没关系啊 就第一个就录制嘛 那录制一个名称 假设Mark 1 然后只是给他一个名称 那我如果希望知道说 这个底色 假设我今天哦 7的倍数啊 比如这个地方7的倍数 我希望给他一个那个白底 然后红色的字 OK 就这个效果 我要知道程式怎么撰写的话 那一样哦 把录制下来停止一下 那在Visual Basic里面呢 他就帮我录下来了 录下来之后的话呢 在他会产生一个Module 3 那实际上哦 他录下有这么多了 那当然我第一个是Select 然后呢 他有一个Selection 一定会有一个Select的动作 一定要Select某一个出唇格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那Selection.Form 实际上呢 他这边有一个叫Sign名.Color 点Color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这个Color的名称 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叫Interno Interno 一般上面这个地方是那个 什么呢 字形的颜色 那颜色的话是这个颜色 另外的话呢 他的Color Interno Color是这个255 它这个地方写的有点点比较冗长 那当然你知道说 如果你都完全不知道说怎么设定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 好 那特别注意啊 这时候会Wish Wish开头 实际上呢 就是后面如果都同样的开头的话 他会有个Wish 比如说呢 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两个点 有没有 录下的东西啊 后面有两个点 那这个两个点 实际上Wish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可以啊 简略 省略掉 就是说 它实际上程式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 啊 这个Selection.Form 有没有 那实际上就是这两行 就是如果没有Wish的话 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有同样的东西啊 他就用一个Wish的话呢 那等于是Wish开头 后面加个点 就可以表示呢 后面这个方法 好 那如果说你要更改 那个颜色的话 实际上应该就是这一行嘛 后面这一行 我印象中好像不要也没关系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一行就表示什么 颜色 改变为 这一个白色的 那如果说要改成什么呢 这个背景是 这一个 背景是 这一个 红色的话 我印象中 应该就是点Color就可以了 好